根据多家媒体6月2日报道 前总统特朗普搭建的网络平台 特朗普的办公桌 From the Desk of Donald Trump 已经永久关停 在多个社交媒体宣布封禁特朗普的账号之后 他搭建了这一平台 用以向外界发声 这个平台上线还不到一个月 特朗普的高级顾问杰森·米勒 向媒体确认了这一消息 杰森·米勒对媒体表示 该平台只是我们目前广泛工作的一个附属 不过他并未说明平台关停的具体原因 1月6日的国会骚乱过后 推特、Facebook等社交媒体平台 指责特朗普煽动骚乱 随即关闭了他的账号 特朗普则指责这些社交媒体带有政治偏见 不过有媒体分析 特朗普自建的平台似乎效果不佳 他在推特和Facebook上的粉丝都超过千万 而新的平台访问量远不及此 特朗普卸任之后一直在暗示 可能再战2024年总统大选 不过至今为止 他只有有限的几次公开露面 也只接受了福克斯等少数媒体的采访